今天教大家做一个黑乎乎的东西,比蛋糕有营养,比包糕还乃吃,简单好做不上火,这种黑乎乎的东西就是黑米。 黑米是一种糙米,有长寿米之称,常吃黑米可以起到滋阴补肾,一气通落的功效,很适合秋季这个季节吃,黑米是糙米。 过度的加工食用,破坏了黑米的黑色皮层的话,营养就会流失,更难以被人体吸收加以利用。 所以今天教大家的这道黑米糕,用的就是黑米粉。 黑米粉大多都是通过破壁机碾碎而成,营养保留的还是不错的。 这道黑米糕出锅就飘香,再撒上万月梅干和和汤碎,一口下去松软,那嚼劲中不失惊喜。 万月梅干的香甜和核桃碎的酥香。 这黑米糕,比蛋糕有营养,比方糕还乃吃,值得您做一做。 黑米糕,包一鸡哈提亚,配料。 黑米粘200克,金面粉50克,鸡蛋一只,糖粉45克,玉米油30克,酱母干3克,纯牛奶150克, 核桃碎适量,碎万月梅干,烹饪不整,一鸡蛋和糖总放一起。 搅拌均匀,二拌匀后倒入玉米油,三拌匀后再倒入30克牛奶。 搅拌均匀,四删入黑米粉和中粉,再倒入酵母,五半至五干粉后,再慢慢分次倒入120克牛奶。 直到面糊有流动性,六年粉类的吸水性不一致,牛奶的倒入量一提起刮倒面糊,呈现到三角被移,七模具,内部豪油脂,倒入面糊,放食温下发酵一小时左右,把发酵完成。 酒表面撒上核桃碎和万月梅干,蒸25分钟,再慢五分钟,时蒸好凉凉,再切块即可,烹饪小贴士。 黑米含蛋白质,脂肪,碳水化合物,B毒维生素,维生素E,钙,磷,钾,钾,钾,银等营养元素,营养丰富。 二黑米具有清除自由基,改善缺铁性贫血,抗应激反应以及免疫调节等多种生理功能。 黑米中还有黄酮类化合物,能为直血管正常渗透压,减轻血管脆性,防止血管破裂和直血。 三黑米还具有改善心肌营养,降低心肌耗氧量等功效。 四核桃含较多的蛋白质及人体营养所需的不饱和脂肪酸。 这些成分经为大脑组织细胞代谢的重要物质,能滋养脑细胞,增强脑功能。 你还喜欢怎么吃黑米,喜欢美食节的文章请关注、分享。 你有什么供典和想法,欢迎在下面踊跃留言,和大家一起讨论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